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节经文 路加福音第21章是主耶稣说的 你们要谨慎 恐怕因为贪食 醉酒 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所以在这里 希伯来作者彼得 还有路加主耶稣自己说的话 都提醒我们 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客旅的生涯 我们不过寄居此地 所以我以前引用了一句话 是读属天道路先锋以后里面的心得 我说我们这一般属神的儿女 是自天而来 为天而活 向天而去的一般人 光讲这三句话 你不觉得很兴奋吗 我们得着的是上头来的生命 是神生我们 我们是自天而来 在地上做寄居 做客旅的 我们是为天而活 所有的脚踪为的那日 自天而来 为天而活 向天而去 这是我们鼠天道路 做寄居 做客旅的生涯 我们大家最近坐飞机 如果你不是常飞的话 每一个行李大概现在都要25块或30块 所以现在出门行李都得尽可能的扫带 如果可以的话就解决了 这样就不要罚钱 就不要交钱 所以客旅 你如果只是到外地做客 只是出去讲个道 或是出去度个假 你不会把你家里面什么东西都带去 那个叫客旅 那个叫寄居 这是客旅的心态 在地上 我们是经过这个地 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说到 你再是寄居的日子 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 你会知道这一天 所有有行指的都要被烈火烧化 我经过神给我 我就带着感恩的心领受 神取去 我也知道这是暂时的 我在天上有永存的基业 这是亚伯拉罕的祭坛跟帐篷的生活 他永远在到一个地方 向神祖坛 尊主为大 他在地上过帐篷的生活 就是神不管给我多少祝福 我用帐篷的生活 我用帐篷的原则 来持守神给我的恩典 他要拿走 他就拿走 他给我 我就感谢 这是一个地上客旅的生涯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 恐怕因为贪食醉酒 我想这两个我们可能比较没有 但是今生的思虑可能常有 会累住你们的心 英文是说wait down 就是把你弄得很重 让你起不来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 传道人讲遇到故事 说到有一个姊妹 非常喜欢弹琴 非常喜欢弹琴 她一天不晓得多少个小时 她的嗜好就是弹琴 做什么都弹琴 其实我们还怕不得 现在你们的worshiping是这样子 那个时候 因为那时候人穷 很少有情 她有情 她高兴得不得 她天天弹琴 有一天半夜做梦 睡觉的时候 梦到主耶稣回来了 被提 当她说要往上提的时候 发现她上不去 别人怎么都上去了 我为什么上不去 一看脚底下 钢琴绑着 wait down 把你拉下来 那么比较现代版本的 是讲到有一个人 他自己梦里面 也在预备着 去建筑的时候 该带什么 所以他就预备着两个箱子 他就把他最 到天上还想用的东西 都放在这两个箱子里面 你会放什么 iPhone iPad 打video game的东西 还有什么东西 反正whatever 你喜欢看的书 你的吉他 反正两个箱子 他都装好了 他说只要主 一来后早 一吹响 我踢了这两个箱子 我就上去 结果那天主回来了 当他也是往上升 你知道我们改变身体 跟主的身体 复活身体相向 主的复活的身体 是可以创墙的 所以当他往上升的时候 两个箱子不能穿墙 所以就把他给卡住了 他也是上不去 那这是现代版本 有重量 让你不能上去 后来醒过来以后 他就猛光照 跟那个姊妹是一样的 猛到光照以后 知道我的心 不能在主以外 有这么多的重量 把我拖在地上 把我残垒在地上 让我不能够好好的 在主的面前 预备主的回来 所以我也希望 我们在主的面前 不管把你拉下来的是什么 让我们属地 让我们起不来的是什么 有一只老鹰 不小心被 捕兔子的夹子 夹到脚的时候 他这样痛得不得道 飞一下就下来 飞一下就下来 因为那个重量 让他不能久飞 今天我们也可能犯罪 一个陷阱 把我们整个卡住了 让我没有办法 斩翅上腿 这都是我们要脱离的 这都是在这里 圣经上讲到 要谨慎 要能够逃避这一切的事 让我们能够自由地 坦然地来见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